星期二的上科 最後講的那一部分 講的不是很清楚 然後我現在再把它補充 首先 首先我來先回答李悅真她的問題 那個 對不對 上次是這樣寫 是不是 那這個呢 只是把這個換掉而已 那這個跟這一步一樣 是不是跟這一步一樣 我們還沒有學到這一步 以後 以後我們會學 一個 三個 算符 三個算符 成起來的矩陣 以後我們會調到矩陣 當然我們現在還沒有學到 那以後我們會 這個是等於 是等於這樣子 那 所以你把這個翻 所以這個是 假如是這個 這個話對不對 這變成這個後門 假如是這個 變成這樣子 你把這個A 這是A 這是B 這是C 對不對 代程的話是這樣子 那 哈密通緣是和民選 所以這等於是正號 這個呢 假如是它和民選的話 是等於原先的 那這是 這是 這是那個 它的和民選的話 就變成負號 那我們知道哈密通緣就是 這一個等它本身嘛 所以就會跟這個 所以這個跟這個是一樣的 這樣清楚沒有 OK 但我們還沒有講到這裡 所以還不能用 還不能用這個 以後我們談到矩陣的時候 就會這樣 就會有這個 那我再講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裡面有同學問 我們昨天不是有這個 有X的算符 跟那個P算符 那有同學問 有同學問 我說 這不是確定的嗎 那不合乎那個 測不準原理嗎 就不確定選原理 對不對 因為這是確定的嘛 那不是跟不確定選原理 是違背的嗎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不要忘了 這些都是算符 我再重新講一次 我們知道哈 一個算符的是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A0 A0等於A嘛 是不是 就P T代成0 所以是A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X0是多 X0是什麼 就是X P0呢 P0是什麼 P P等於多少 這樣對不對 好 那如果 我們要不確定性的話 該怎麼做 不確定性 就DataX 該怎麼做 對不對 那再過來 X 然後再減掉 這是那個不確定性 所以跟什麼有關 跟破反式有關 這樣說什麼 所以不確定性 那個不確定性 就是說DataX的平方 是在 你要知道破反數 就是什麼樣的狀態 你才可以得到的 所以不是說我們 這是確定的 然後就說它是 它是確定值 不是這樣子 物理量是這個 就是物理量是這個 那DataP也一樣 這是DataP 所以這兩個還是怎麼樣 還是怎麼樣 還是一樣的 這還是一樣的 清楚了沒有 所以你要算那個 不確定性 你要把這個帶進來 就是說這些 你要帶到 就是說你要把這個算符 把這個算符帶進來 這樣會的嗎 OK 那如果沒問題 如果 同學還有沒有問題沒有 那我們就進到下一章 下一章是來講角動量 那角動量在我們的 量子物理裡頭 還是算一個非常重要的 觀念跟 跟應用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 牽涉到Commitator的話 大家就要注意了 OK